曾红金一时晚净凄凉的十大钢台明星,最后一位最惨,母亲下葬的钱都没有。 娱乐圈的一些明星,年轻时以血汗打扮功成名就,但晚年却因各种原因而经济困窘,身患重病,老无所依,真的要年轻时以命换钱,年老时以前换命吗? 其实,在生命和健康面前,一切都是浮云。 曾经是耀眼的明星,晚年落到这般光景,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注定的东西无法改变,人生无常,珍惜现在自己拥有的,活在当下。 一,刘家辉,因出演杀出重围进入电影圈,随后出演了无数的经典作品,曾经的刘家辉可谓是红极一时。 可惜他的晚景却十分凄凉,57岁因患中风入院,躺在病床上的刘家辉,还惨遭妻儿的背叛,不仅不照顾他,甚至还逼迫他写语书分配家产。 二,夏萍,夏萍在2005年的时候击败了汪明泉,从而获得了TVB万千光辉演艺大奖,相当于中心成就奖。 那时候的夏萍可谓是红极一时,可惜如今年过花甲的他成为了空巢老人,子女全部都定居海外,夏萍在家里摔倒十多个小时都无人发现,环境十分凄凉。 三,郑泽是,郑泽是年轻的时候可谓是红遍了全国,大家对他的印象一定是他出演的肥猫,可惜在20年前郑泽是因开设电影公司欠下千万的债务,这20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还债,如今晚年生活十分凄凉。 四,曹达华,曹达是一位香港著名乐与电影演员,有著银潭铁汉之称,曾经的他可谓是红极一时,可惜他却因手不争气,在澳门输掉了全部的身家,从而导致玩景十分凄凉。 五,蓝结英,蓝结英曾拥有过静觉五台山的称号,当年的蓝结英可谓是红极一时,可惜现在却患上了精神病,不仅靠政府补助维持生活,还被爆出在街头独自一人自言自语,真可谓玩景十分凄惨啊。 六,车保罗,看过陆顶紧的网友应该对车保罗有印象,当年的他也是红极一时的TVB明星,可惜却遭到了TVB的抛弃,从而使他失去了收入的来源。 以至于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连给母亲下葬的钱都没有,还要靠社会的募捐,所有的明星当中可能当属他混得最惨。 7. 程奎安 程奎安在娱乐圈非常努力,有生之年参与拍摄了300多部电影,600多集电视剧,挣了很多钱的,而且还买了好多的房产,但是因为晚年患鼻咽癌多次化疗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但即便是如此依然没能挽留他的性命,程奎安去世不久,其大儿子不厚道,独吞父亲遗产,害得小儿子无钱接受好的教育,他的太太生活过得也非常艰难,以至于罗家英、谭勇等程奎安的生前的好友利用明星足球队,为他的幼子筹集教育基金和救济他的遗孀。 8. 万沙浪 万沙浪 8. 万沙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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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万沙浪 9. 万沙浪 9. 万沙浪 9. 大饼 曾在综艺节目中示范用嘴把自己的拳套整个含进去 以模仿台湾政治人物谢公炳 谢长廷或反串女名人 如蔡琴等人而走红 成为全民大闷锅的固定班底 出道16年纵横台湾综艺主持 电影 舞台剧 幕后配音等领域 可惜在他事业高峰却沾染上了毒品而至经济困窘 也因吸毒四度被警方抓获 更因吸毒不得不退出娱乐圈辗转大陆另谋生路 所以经常入不敷出 2012年7月20日凌晨27分 因急性肺炎引发多重器官衰竭 病逝于北京 因为在秉升前经济拮据 所以在医院治疗期间 以及去世后的丧葬费全部由他的弟弟支付 10.陈书画 评级一首梦醒时分走红歌坛的台湾流行歌手陈书画 1989年加入滚石唱片的陈书画更易跟你说 听你说专辑 创下台湾歌曲百万卖作的记录 到目前为止 他的专辑跟你说 听我说依然是台湾与华语音乐史上最成功的专辑之一 但是 1997年 陈书画却因务实含有安非他命的减肥食品 而导致歌唱生涯中断 1998年 他的母亲不幸逝世 而与母亲感情极深的 他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不得不完全退出演艺事业 离开演艺圈后的他经济也一时陷入了窘迫 为了不被打扰 他与年迈的父亲搬离旧居 换了电话 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可惜了 最后那位蓝美女 人生无常 竟活在当下 健康平安是福 过好每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